先谈谈阿里斯最新的消息 它的消息其实也挺多 又传说裁员 最新又说阿里巴巴的云业务的高管 因为说他们警方的数据方面 有大规模泄露事件 就是被人盗用 他们的高管就被上海当局约谈 在美股就立即急跌 我想今天港股是否应该都难避免 阿里巴巴的走势怎么看呢 因为最近大家都看好一点 没错,他算是最好的 现在有这样的负面消息出来 你看到影响有多大 我想实际上这次来说 现在初步是一跃谈 究竟关不关阿里斯呢? 例如是他自己类似失职 令到数据给到 还是怎样呢? 这个初步是要再看下去 因为这件事很初段 特别是昨晚今早才浸出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出来为了探性 但是正如刚才说 人类房也一样 很明显地整个市场就是 一旦有这些新闻爆 不理好丑就先丢 所以昨晚你见到美股的压力 跌幅是比较大 因为这件事 我想令到今天回来说 科网股9800都一样会跟跌回 可能5-6%不出奇 这个很正劳 但是如果从一个时间点 拉长一点去看 我自己觉得看压力还是算正面的 因为为什么过去最近 你见到压力比其他的科网股会强 我觉得有一些因素就是 一来对比 可能监管好 对他那些 就是小小规管好 罚好 对比过去几个月是明显好很多 这是第一点 而二来我想最主要是看他的业务 因为压力始终是电商为主 都是一些消费相关 内需相关 其实对于这一点来说 我想对比 可能比如腾讯的游戏来说 那个受惠政策的因素是明显一点的 所以为什么过去这阵弹 你见到压力弹得比较强一点 都是有点惨的 就是经济提速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还是这样看的 但是当然 因为一来他过去这两个多月 其实弹幅都急 即是79个多 80元边 弹到最高82元 升了差不多40元有多 上来一半 差不多五成 所以我觉得 真的回回少少少很合理 所以我觉得 当然可能借着这件事回多一点 如果暂时来说 短期支持位置 永远一百元这些大关 因为一来五十一百 都是大概一百元左右 我觉得 可能看一看这些位置 能否守到 如果能守住 都还有条件 是慢慢试回到八二元楼上 但是当然 不会让大家这么心急 这些位置冲进去住 因为真的看一件事 如何去处理 但是看着 我觉得 如果当这件事慢慢有消化 或者市场出来 原来不是你这么负面 其实那些钱是软移回来 或者反正 就是当那些钱 重新减回科技股的时间 我相信 压力的走势 仍然是偏正面多一点 是 言下之就是 如果没有恶化 其实反而有一个 吸纳的时机 那些东西拉玛的调整